多毛手叫我去拍這輯照片時 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夥伴 我和他合影的小動物是貓、狗 還是被遺棄或是在街上流浪的寵物 我一看到原來是咖啡豆 是一隻只有四個月大的貓貓 當時被發現只有兩個月大 在一些垃圾堆當中 在找食物 在震債 其實我回想我第一次養貓時 也有這樣的情景 為甚麼呢 因為我第一次養貓時 在九套山 你想想一個這麼漂亮這麼優質的地區 突然間在坑渠那裏聽到 喵喵喵 很柔弱的貓聲 為甚麼呢 原來就是可能有一隻大貓 牠生了四、五隻小貓 又剛剛在八號風球的時候 就衝了去坑渠那裏 幸好坑渠那裏有幾條鐵 爛住了那些貓貓 否則那幾隻貓貓都會被沖走 當時我和我的朋友 阿斯念慈 就撿了牠回家 一人分了一些 去養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那些動物 其實是很無助的 因為牠被生了出來之後 如果不是有人去養牠 又或者牠自己在街上 要找食物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一隻這麼小的貓 或者是有打風落雨的時候 牠們是怎樣去生存 當然其實貓或者狗 牠們都是很聰明的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些朋友 又有能力又有愛心的話 都可以領養牠們回去 就好過真的拿真金白銀去買一些 被繁殖出來的貓狗 其實都很開心 很託賴 這一陣子除了有娛樂圈的東西 好像復活了一些活動主持 或者出席之外 我都做了很多食品出來 首先我自己的 就有曲奇餅 曲奇餅其實在中秋節 或者是過時過節的時候 未必是過中秋節 平時都可以去吃一下 有幾種不同的口味 就迎合了大家 例如有竹炭 巧克力等等 我都很低糖 所以都很有價值 不用怕胖 另外就是 這個就是我好朋友鄧榮芝 他的一個推介 他叫蟹後娘娘 他亦跟一個餅店 融合一個良心月餅 這個良心月餅很厲害 他裏面就有這個奶黃 加這個綠茶 都是流心的 他們都很好 他們都捐了一些出來 支持無首做善事 其實我自己的月餅 就太大盒了 我這次就沒有拿來 為甚麼呢 因為我做了之後 我的朋友很支持 我只是賣成五盒而已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放不到在這裡給大家賣 我下年承諾一定會做得好 但是我想推介一件事 就是有曲奇餅 又有月餅 最重要是大家喝一杯咖啡 這個是我一個朋友 自己去找一些咖啡豆炒出來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叫做靈魂回歸 大家喝完之後就可以 哇 全都回來了 都要多謝大家來支持 因為今次曲奇 月餅和咖啡 都是扣除必要的成本之後 都是全數捐給無首的 因為剛才聽他們主席的說 Kent哥說 其實他們最需要最需要 除了大家有領養 還有就是要幫他們絕育 還有幫他們做手術 其實都牽涉到很多 很龐大的醫療費用 所以最直接支持無首的 就是捐錢 我們到這裡有這麼多的產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亦都可以捐助到給無首的一班 等著做手術和等著絕育的無邪 好 看著中間可以再看左邊 在這裡多謝這麼多朋友 支持 無首 記住 讓愛終止流浪 給掌聲自己先 多謝你們 請這麼多到台下就座 好 好了 好 那就是退休 好 好 好的